最讨厌运动的老婆爱上了瑜伽 美其名曰 我练瑜伽 不是你想服吗 老婆的喜好我自然支持 直到偶然间我去接老婆下课 却看到她和男瑜伽老师在赤身露体做瑜伽 站在训练室的门外 我心里一片荒凉 我没想到老婆的瑜伽教练居然是男的 她当时想练瑜伽的时候 我只是象征意义的反对了一下 毕竟平时老婆是连运动都不肯的那种 直到她说瑜伽有益于防中树 是用来伺候我的 我才欣然同意 但当时想的是女老师 看着老婆跟个异性在训练室里 做出各种亲密性的动作 我的火气不打一出来 正准备推门制止的时候 老婆脚一滑 倒在了男教练的怀里 接着轻垂男教练满是胸肌的胸口 你是故意的 男教练窃喜 老婆站了起来 指着男教练问她 说 这种伎俩对多少女人用过了 听完我呆若木鸡 心顿时巴凉 她居然没生气 第一时间跟男教练撒娇 我感觉头顶一片青青草原 双手狠狠地捏在了一起 男教练把老婆搂在怀里 子英姐 我就是干这行的 我得吃饭吧 张子英抿着嘴气鼓鼓的 脏东西 下次别想不带就进来 我此刻的心情 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了 私下寻找衬手的东西 只想把这对狗男女暴打一顿 可转念一想 现在进去无非就是大吵一架 然后跟她的男人扭打在一起 最后离婚 如此一来 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我拼命压制着怒火 老婆快下课了吗 马上对了老公 我一个远方表哥来我们城市了 今晚我想请他吃个饭 张子英讲话的时候 一脸坏笑地看了看男教练 男教练的表情顿时精彩了 指了指自己 像是在询问 张子英肯定的点头 接着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继续说 老公晚上多准备几个菜好吗 还有酒 还有酒 男教练赶紧用唇语提醒 张子英就接着吩咐我 再买两瓶好酒 我冷笑 狗男女这么会找刺激 想来我的家跟原配挑衅是吧 蛮好 我立即答应了 出了健身房 我马上去超市买酒 两瓶好酒 其中一瓶被我勾兑了80%的水 大大降低了酒精含量 另外一瓶加了少半瓶医用酒精 是给他亲爱的教练准备的 这么喜欢喝酒是吧 喝不死你 准备完酒 我又买了几个预制菜 想吃我亲手做的 张子英 你下半辈子都没机会了 看我怎么玩死你们 下午六点半左右 老婆带着他所谓的远方表哥回来了 这位远方表哥还挺会来事 拎了一朵十块钱五斤的苹果 老公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表哥 张强 哎呀表哥 你来就来了 还拿什么东西吗 家里挺困难的 张子英和男教练张强 被我的话问得一愣 那样子好像在说我哪里困难了 没见我一身的名牌吗 来来来 别愣着了 快坐吧 我把张强请到了沙发上 倒了一杯凉水给他 张强表哥 这眼看着清明节了 怎么突然来安城了 张强明显被我的话给问住了 有意无意地瞥了眼张子英 张子英连忙打圆场 出门跟节日有什么关系 老公你问你有用的行不 你看着你就不懂了吧 表哥父母双亡 清明节是需要上坟的 噗 张强刚喝进去的水 差点没喷出来 怎么了张强表哥 我说错了 他露出了一个 比哭还难看的表情 僵硬地点头 嗯 提前上过了 那你没被人强奸的那事 解决了吗 张强慢动作把头抬了起来 一脸茫然 张子英立刻打断了我 老公 你记错了吧 我这些事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张子英顿了顿 我说的 不是这个表哥 哦 我尴尬地点了点头 张强表哥 你看这事弄的 多怪子英表述有误 张强的脸已经很黑了 但一样对妹子良心说没事 接着就问我 饭做好了没有 说他一直没跟我见过面 今天一定好好喝一喝 我赶紧操持起来 带他们去了厨房 因为以前注重健康 我从来没买过预制菜 今天突然菜肴这么丰盛 张子英都诧异了 老公 搞得不错嘛 表哥好不容易来一趟 肯定不能懈怠 来 做吧表哥 别客气 张强坐在了我们的对面 我给他蒸上了一杯烈酒 张子英健壮赶紧也想给我买上 我笑着说一人一瓶 自顾自地开了那个 已经准备好的白酒 倒上了 第一口酒都是有说到的 我举着杯子站起来 打开手机相机 来老婆 咱们跟张强表哥合个影 回头洗出来表上 张子英和张强听完笑了 笑容里的深意 我怎么可能不懂 主动跟给自己戴绿帽子的人合影 恐怕只有我一个吧 老公 你这不是相机 是录像 我知道是录像 先录下来 我们就可以挑选最好的瞬间截屏 免得一直拍照 耽误喝酒了 他们两个一听觉得很有道理 非常配合 我们三个人挤进了画面里 我大声问 张强表哥帅不帅 帅 两人异常配合 他们可能觉得这跟喊茄子 有差不多的功效 那功效差得多了去了 等我把他们两个桌尖在床 那一句表哥 代表的可不止出轨了 能一样吗 喝 搞定完这些 就到了推杯换盏的环节 我这一口酒下去 就跟喝凉水一样 反观张强 还是小小抿了一口 就剧烈的抖动了几下 这酒 张强满脸一问 我 酒怎么了 我花了一千多一瓶买的 张强听到价格安心了不少 好喝 就是有点意愿味 酒过三巡 张强还没喝上半瓶 说话就不利索了 坐在座位上摇摇晃晃的 我也跟着配合 假装很迷糊 张子莹这时候突然说道 老公 有件事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没事老婆 有事直说 表哥其实在生活上遇到了点困难 这才来投奔我们的 是吧表哥 张子莹看向张强 张强马上展现出拙劣的演技 没错 最近生活确实很困难 走投无路 想起了我的子莹表妹 不知道这家伙是不是带入了 眼眶居然湿了起来 所以张子莹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想跟我要钱养这个小白脸儿吗 老公 我表哥对我真的很好 他还在小时候救过我呢 我们七岁的时候去河滩上玩 我不小心滑到了下面差点被淹死 是张强表哥奋不顾身跳下去救我 那没说的 这个忙我帮了 明天我就给张强表哥寻个工作 我立即打断了张子莹的话 因为他演的太假了 我真怕他露险 怎料这两人一听说找工作 马上就跟我解释 尤其张子莹最着急 老公你误会了 其实表哥想跟你借点钱东山再起 你看他穿的衣服全都是名牌 以前是做生意的 而且非常成功 就是最近才落魄 哦 我明白了 那表哥想借多少 张子莹朝着张强挤了几眼 张强一咬牙 三十万 张子莹顿时很失望 他还觉得要少了 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不知道我每天拼死拼活才赚多少吗 现在还好点 一个月能到手一万左右 可以前我真的是拿命干的 那时候刚跟张子莹结婚 他花效还大 为了满足他的攀比心 我瞒着他做了三个月的水鬼 就是在工地上捞钻头 能活着上来给一万 上不来给一百万的那种 有好几次 我都差点死在里面 可即便如此 保险的受益人 我写的依然是张子莹 结果他就这么对我 老公 可以吗 张子莹迫不及待的问我 我假装酒精上头 大言不惭的说道 三十万怎么够东山再起 我投一百万 两人听了我的话都呆了 接着就是惊喜 尤其张子莹最为明显 他好像在惊讶 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多钱 但我紧接着就一盆冷水泼了上去 继续说 美中不足的是 我现在手里没有那么多流动资金 这样吧 我有一个朋友是放贷款的 利息非常低 像咱们这种 每个人贷出五十万来没什么问题 以我个人的名义贷五十万 老婆你也贷五十万 这不就够了吗 一听说贷款 两人的面色有些不悦了 准确来讲应该是失望吧 张强小声嘀咕 贷款不安全吧 有啥不安全的 那小子是跟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兄弟 表哥我不是跟你吹 你就算是还不上他也不会找你 我们哥们儿情历在这呢 不行我给你做担保 凡是借过贷款的人都知道 万一借款人没有还款能力的话 压力全都会给到担保人 张强自然马上就同意了 张子莹的嘴角也慢慢扬了起来 我同样也是笑容不断 鱼儿咬钩了 重要的事情谈妥之后 张强开始频繁给我敬酒 这小子有点酒量 把那一瓶喝完才沉沉倒下 把他掺到客房里休息 正收拾碗筷的时候 张子莹跟我说他也有点头晕想休息 我就随他去了 不晕才怪 因为我在他的饮料里放了几片安眠药 等确认两人都睡着了 我偷偷把张子莹的手机拿了出来 找到了他跟张强的聊天记录 翻看之后简直露骨 这两人从第一天交钱就搞上了 甚至当晚就去酒店开了房 往后张子莹经常给张强发诱惑的照片 张强也不例外 动不动就是伏击大腿肉 除此之外 还有张子莹提供的不少酒店房间号 这两人在一个月内开房不下十次 他练瑜伽哪是满足了我 舒服的一直是张强 我咬着牙把这些聊天记录全部截屏保存 接着冲进张子莹的房间 大嘴巴子连扇五个 张子莹迷糊糊的睁开了眼 怎么了老公 没事 有蚊子 说完他又沉沉睡去 我估计重施 又去张强的房间揍他 打完之后感觉不解气 他们这样稀里糊涂的被打 我总感觉少点意思 想着想着 我突然萌生出了一个想法 立即把张强拖进了我们的卧室 关上门后我把客厅搞得很乱 自己则躺在了沙发上 第二天一大早 我卯足了力气 轮圆了胳膊 大嘴巴子如雨点般落在了两人的脸上 这回是真被抽行了 张子莹暴怒 张强也同样如此 几乎是从床上蹦起来就要跟我扭打 我指着他破口大骂 王八蛋 我刚打算投资你一百万 你就给我做出这种事 张强瞬间顿悟 张子莹也傻了 这可不是他们开的房 而是我的家 张强也不是他的情夫 而是他的表哥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 为了拿到我资助的一百万 张子莹反手一巴掌抽在了张强的脸上 还假惺惺地翻开被子 看了一眼自己的身体 表哥 你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张强也满脸懊悔 我昨天喝多了 我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子莹表妹 表妹夫 你们两个听我解释 我真的忘了 而且你看我这衣服 明显没发生什么 我气冲冲地看着他们 两酒后愤怒地摆了摆手 也是昨天确实喝得太多 连我都是在沙发上睡的 算了吧 都是亲戚 张子莹和张强暗自松弃 吃过早饭后 张强就灰溜溜地连忙走了 脸都肿起了一指多高 他走后 张子莹跟我说小话 老公 下次可不能再这样喝了 我 对 再这样喝就出事了 张子莹 那表哥这个钱 该投资还是得投资的 我看你表哥是个有潜力的人 要是成功的话 咱们还能跟着分一点 张子莹别提多开心了 根本就隐藏不住 马上就带着我出门 要去贷款 我确实没有巴虾 真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 是放贷款的 昨天晚上我就偷偷给他发了信息 要他以我征信不足的理由 拒绝给我贷款 包括担保人也一样 想办法哄他们签了 然后把我的名字除掉 放贷款的都会玩这一套 根本不需要交 兄弟也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直言不会 说自己被带绿帽子了 要惩罚一下肩夫淫妇 当时把我的兄弟都快气死了 愤怒的跟我说交给他 去贷款的时候张强也来了 一听说我征信不行 张子莹诧异 老公 你以前也没贷过款 怎么征信还不行 我也假装很纳闷 兄弟赶紧解释 其实严格来讲不算征信 是因为他前几年打人被教育过 所以系统过不了 张子莹狐疑的点了点头 好像在想我什么时候打过架 张强在旁边失望的说道 那就贷不到一百万了 一百万吗 容易得很 你把你们两个人的身份证 拿出来我看一下 两人犹犹豫豫的 把身份证递了上去 结果轻而易举的 被所谓的系统判定通过 我这兄弟对他们说 每人一百五十万的额度 要贷多少 一百五十万 不是说只能贷五十万吗 别人只能贷五十万 但陆涛是我哥们儿啊 我可以走一下渠道 当然了 前提是系统要通过 陆涛系统过不了 我也没办法 我差点就忍不住 给我兄弟竖大拇指了 这套说辞 贷五十万 张强询问张子英 张子英没犹豫 直接点头 但我兄弟马上提醒他们 五十万的利息挺高的 算下来一百五十万 才最合适 快赶上攻击金了 可是我用不了那么多啊 张强底气不足了 不过也是 平常人谁能拿得出一百五十万 更别说贷款 怎料我这兄弟 开玩笑的对他说 要不说你这年轻人 前怕狼后怕虎呢 有担保人你怕什么 大大方方去干 张子英听完也觉得很有道理 他绝对是准备坑死我 这时候他捅了捅张强的胳膊 表哥 你不是一直想开健身房吗 既然你妹夫这么支持你 就放心大胆的去干 老公 如果贷三百万 你吃得消吗 我略显犹豫的摸了摸脑门 假装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吃得消 看表哥一身名牌 就知道肯定有眼光 表哥 到时候赚了钱 可别忘了给我分红 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 张强已经骑虎难下 能看得出他是犹豫的 也就张子英这么一个情种 一万个相信情人的能力 还主动提议要开健身房 健身房开一个死一个 到时候连设备都卖不出去 不过如此也正合我意 如果把钱带回去不挥霍掉 那我策划这场报复 就没什么意儿 张强最终签了合同 跟张子英每人贷款一百五十万 担保人的那一栏 他们两个几乎是死盯着我写的 合同完成后 还不忘仔细又看了一遍 这才心满意足的放心离开 之后我偷偷问我兄弟 我兄弟跟我说 我签字的笔是能消失的那种 所以在我签的时候 他才不断的提醒我不要太用力 明知说是怕捅破纸张 实际是想连笔记都不要留下 好戏这才要上演了 下午我工作完回家 发现张子英不在 猜也能猜到去哪了 我现在急需拍到他们出轨的证据 尺度越大 乱伦的冲击力越强 越能让这两个狗男女无地自容 昨天晚上我偷偷给张子英的手机里 安装了一个隐藏软件 不光能定位 还能窃听 所以找到它很简单 在一家咖啡馆里 张子英居然真的在跟张强命谋 开一家健身房 张子英 我觉得开健身房最合适 树叶有专攻 张强 子英表妹 你就不怕我当了健身房老板 会吸引来更多的女会员吗 嘿嘿 张子英 我帮你搞了这么多钱 以后再赶乱来 我就捡了你的命根子 哼 张强 那就听你的 办个健身房 说真的宝贝 你那老公是不是哈啦 三百万的贷款 说做担保就做担保 还为了一个远房没见过的表哥 张子英 你懂什么 陆涛一向对我顺来逆手 他昨天是同意了 如果没同意的话 我跟他一翻脸 他马上就怂 你信不信 这家伙 还是真的 还贼喜欢自我感动 以前还背着我做过水鬼呢 张强 水鬼 卧槽 他不要命吗 张子英 呵 还不是因为爱我 张强 嘿嘿 我感觉我都快不好意思了 霸占着好人的老婆 张子英 得了吧你 见到女人走不动道的活 你还知道愧疚 张强 愧疚归愧疚 上床归上床 子英表妹 今晚我要你 张子英 嘻嘻 你还别说 叫表妹挺刺激的 张强 你真被你表哥上过吗 张子英 滚犊子 为张子英拼命挣钱 到他嘴里变成了舔狗 这个贱女人还真的是 但我现在已经丝毫无感了 一点都不觉得愤怒 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 费了他们的下半生 两人此刻在我眼里就是猎物 别人都算不上 思绪之间 张子英的定位小标点开始移动 下一站应该是酒店 我们打算自己亲自去捉奸 但仔细想想这样不妥 毕竟三百万还没花你 说了间他们还钱怎么办 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平台 那是个暗网平台 会员不多 但全是瓜友 为了赚钱 里面还有不少主播是干抓奸的 就是帮不方便出面的人 去酒店拍证据 我立即登上平台 在我们城市就有一个干这行的主播 人送万号胡仔 收费不便宜 要一万块 我自然不会掏自己的钱 而是打电话给了张子英 老婆 钱到账了吗 今天下午才到 老公你那个兄弟干活真的蛮迅速的 回头记得请人家吃个饭 感谢一下 别改日了 现在我就跟他在一起 但是你老公我工资还没发 囊中羞涩啊 不然先给我转一万块 拿来花花 张子英纯纯一副爆发户的样子 马上就给我的账户 转来了一万块 电话挂断后 我通过他跟前台小姐的沟通 确定了他们具体的房间号 在胡仔的直播间里 我在下面刷了一条弹幕 来任务了 接不接 一对表兄妹在酒店开房 具体的房间号已经有了 帮我去抓奸 我就说表兄妹的瓜炸裂吧 弹幕一出 瓜友们直接沸腾了 连胡仔本人也是惊叹连连 立即与我私信 确定了具体的地址 我就冲当一个观众 看着胡仔从家里面下来 开车去了目标酒店 我在弹幕里不停地提醒 记住 拍得要足够清晰 胡仔说不要质疑他的专业性 然后问我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我想了想还确实有 进去后说一句台词 张强你这个渣男对得起我妹妹吗 我非要报告你们这对狗男女 张强作为瑜伽教练 红颜知己无数 这句台词足以让我摆脱嫌疑 把所有的屎盆子 全扣在张强的脑袋上 很快 胡仔到了酒店 上楼站在了目标房间的门外 刚准备进去 我就让他先等一下 因为里面的那两个主角 还没开始呢 现在应该在洗澡 水哗啦哗啦的 啊 月你妈 猜错了 我立即让胡仔行动 胡仔拿过楼层宝洁阿姨的万能卡 刷的一下开锁 一脚把门踹开 冲了进去 接下来的直播画面简直辣眼 张强和张子莹疯狂躲避 还以为是扫黄的呢 全都猫进了被子里 张强的声音颤抖着 你 你是谁 要不胡仔够专业呢 他把旁边喝剩下的奶茶 泼在了张强的脸上 冲过去攥住了他的衣服 恶狠狠的道 一个王八蛋对得起我妹妹吗 你妹妹是谁啊 等着我把你们两个曝光吧 胡仔的任务圆满完成 我也原原本本的把直播画面录屏 呵 一切就是这么容易 张子莹 他到底是谁啊 你到底惹谁的妹妹 张强 我也不知道 我最近根本没跟任何女人来往 只有你啊 张子莹 现在被他拍去了视频 万一曝光 我们两个全完了 我老公看到的话怎么办 张强 你别问我 我也很烦 让你老公看到 你老公看到就跟他离婚 我们两个名正言顺的在一起 窃听器沉默了许久 我哥老远就知道张子莹动心吗 张子莹 那我们赶紧转移家里面的财产 否则我会净身出户的 张强 对 转移财产 而且我们得尽快把健身房办起来 别给他任何周旋的余地 一不小心还加速了他们的计划 我这心里那叫一个美啊 只等着他们赶紧把三百万花出去 未来半个月 张子莹经常早出晚归 每天神神秘秘的 而且不太敢直视我的眼睛 心虚极了 他哪里会知道 他跟情妇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他们在市中心租了一个大平层 又是装修又是购买设备的 好不热闹 然后这两个憨批居然把预算算低了 三百万花完发现不够 还有很大一片空间是空着的 于是把我当成了二傻子 还想让我当担保人 跟我那兄弟再借点贷款 这下我就有话语权了 跟他们明说 上次每人一百五十万几乎已经是极限 欠了这么大一个人情了 怎么好再去找 结果张强多大方啊 当时就开出了十万块的好处费 这两人挥霍掉三百万显然已经飘了 十万块已经不是钱了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事业 话都聊到这儿了 我肯定得帮一帮 结果这两人每人又被了五十万贷款 综合累计四百万 在我们这个县城最少能买五套房 非常大气 真牛逼 我暗自给他们竖大拇指 然后在市营业的时候 受邀去他们的健身房瞧了一眼 还别说 用钱砸出来的健身房确实不错 就是人也太少了点 只有零星点点几个女人 估计还是这个张强的小情妇 当时这几个女人来的时候 张子英那张脸别提多难看了 暗地里没少掐张强的后腰 吃醋吃成这样 张子英称得上是一个情种 路涛妹夫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顺便给我的健身房提提意见 张强主动邀请 我同意了 但是强烈要求把那几个女人也带上 活跃活跃气氛 张强尴尬得不行 张子英问我 老公你干嘛啊 那些都是表哥的朋友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了 哪有啊老婆 人家好歹是营业也帮着忙了一会儿 这点人情事故表哥应该会做 我们三个聊天的时候 是背着那几个女人的 外加上张子英在我的面前 也刻意与张强保持着距离 所以到目前为止 几个女人之间 根本就不知道各自的身份 我是想策划一场大戏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而且女人们也都想去 张强也只能硬着头皮同意 因为我是最大的投资人 有绝对的话语权 所以选了一家星级酒店 就不让他省 我们一行八个人 点了一桌子的菜 餐费保守估计得上碗 这种重要的日子肯定得喝酒 八个人你来我往的 酒一杯一杯的往肚子里面灌 慢慢酒精上来了 这桌子上的情况也就热闹了 几个女人就跟宫斗剧一样 你看看她 她看看我 好像有不少的话都藏在心里 正找机会说呢 张强聪明 一直谈她的健身房 根本不给任何感情话题的机会 我一看这怎么行 当即打岔说道 老婆哪个是你表哥的女朋友 这句话的信息量可就大了 不光把张子英和张强的关系 懂了出来 还直接把张强逼上了梁山 果不其然 在不少情敌的面前 被我说成是表兄妹的关系 张子英脸色难看得要死 我怎么知道 表哥 你来说吧 张子英带着情绪 张强如坐针毡 笑着对我说 妹夫 我还没女朋友呢 啪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少妇 脸红扑扑地拍桌子起身 张强你什么意思 让我陪你演戏 你说你没女朋友 那我算什么 什么你是她女朋友 少妇旁边的女人 去世代发了许久 这时候终于届时站了起来 你跟张强什么关系 从饭局开始后没多久 我就发现这两个女人不合 一直在互相提防着 导火索终于燃起来了 剩下的那几个女人 表现得没这么激动 明显是有家有事 只把张强当成王物的存在 现在都跟我一样 眯着眼睛看醒 眼瞅着大战一触即发 张强赶紧打圆场 这件事有点复杂 等以后再跟你们说 先吃饭 我吃你妈了个屁 少妇拿起盘子 摔在了张强的身上 王八蛋 我给你吃好的喝好的 结果你踏马这么对我 少妇旁边那个女人 也不是吃素的 同样将面前的茶水 破了张强一身 渣男 两女人先后离开 但马上又折返回来了 因为我把之前抓奸的视频 传到了他们的圈子里 张强有一个自己的健身圈 我是匿名用小号 通过张子盈加进去的 反正钱都花完了 她的小秘也都在 现在不然起来更逮何时 两女折返回来后 先是跟张强扭打在一起 把张强的脸都扣成了葫芦丝 见自己的情夫被打 张子盈过去帮忙拉架 结果两女心照不宣的 改变攻击对象 一个人抓住了张子盈的头发 另外一个可敬的往她脸上扇 配合的相当默契 明明刚才还是敌人呢 臭婊子居然勾引你表哥上床 你这个烂货 乱伦的事情你也能做出来 你是不是你妈 跟你表述的私生女 现场打的一团糟 盘子挽碎了一地 连外面的服务员 都被吸引进来了 大吼着停手 我也不能再坐着 这时趁机上场 把张子盈护在了身后 还把她向后推了推 拉开一点距离 方便待会儿抡手臂 你都被戴绿帽子了 还护着她呢 少傅就差把视频 对在我的脸上了 我演技很差的 只得大骂一身王八蛋 转身抡圆了手臂 一巴掌盖在了张子盈 那张满是抓痕的脸上 不巴虾地说 这一巴掌 打得张子盈晕头转向 直接摊坐在了椅子上 如此还不完 我立即抄起一个酒瓶 将张强抱头 酒瓶破碎 张强捂着脑袋嗷嗷直叫 眼泪鼻涕都出来了 鲜血顺着她的指缝流下 你们两个狗男女 了兄妹居然能做出乱人的事情 老公你听我解释 我一巴掌又把张子盈抽了回去 大手指着她 离婚草 然后一脚把张强踹倒在地 踩着她的身体离开了酒店 出了酒店的大门 我手舞足蹈 擦 爽 真爽 到了家我也不闲着 立即用第三者的姿态 简单把桌间的视频处理一下 传到了互联网上 标题 震惊安诚表兄妹出轨被人桌间在床 视频刚刚上架 就被各大博主争先转发 有人甚至跪求不打马的原视频 反正热度高就是了 八卦新闻不至于登上热搜 但很快撕虐了各个短视频平台 有不少人都认出了张子盈和张强 其中就包括我几个朋友 立即打电话问我怎么回事 我表示不知道 并已经决定跟张子盈离婚了 张子盈的爹妈甚至当天半夜就亲自找到了我 老两口眼泪纵横 就差给我跪下了 想替他们女儿赎罪 这老两口不是什么善茶 当初光跟我要彩礼就要了五十万 一年到头我都回不去几次 因为回去也得不到什么好脸 现在跪下来求我原谅 我直接喝喝 叔叔阿姨 张子盈婚内出轨 是需要近身出户的 你们还是趁早把那五十万彩礼准备一下 还给我吧 老两口听完都贪了 茫然的不知所措 这时张子盈回来了 刚一回来就遭到了组合双打 他爹妈一边打一边骂他是个贱种 不知廉耻的浪荡货 还逼问他那是哪个表哥 他们怎么不知道 一晚上连续挨打 张子盈的心态已经崩了 发疯似的把他爹妈推开 我就是喜欢偷情 我就是喜欢张强 张强不是什么表哥 他就是我的情人 你们满意了吧 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啊 张子盈爹妈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 可张子盈视若无睹 眼神冷漠地看着我 我是骗了你 我们离婚吧 废话 当然要离婚 我表现得比他还冷漠 但紧接着说道 当时取你的五十万彩礼 一分不少的给我退回来 我现在没钱 有钱的话自然会给你 你先把协议书签了 张子盈准备的还真够快的 离婚协议书都起草好了 我大致看了一下 张子盈净身出户 五十万彩礼择日返还 没什么问题 顺手就给签了 然后张子盈抛弃他爹妈独自离开 我还真起了怪 这是你爹妈 又不是我的 我反手也把他们两个赶了出去 家里难得清静 要不说张子盈和张强这两个人是憨批呢 健身房居然选择在热度如此之高的情况下 正式营业 结果很快被网友扒了出来 遭到了联合抵制 他们苦心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弄起来的健身房 开业即是滑铁路 因为生育太差 房东甚至都宁愿掏五万块的违约金 也要跟他们解除租房合同 张子盈和张强都给房东跪下了 房东依然无动于衷 最后 从筹备到开业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健身房就黄了 甚至都没人愿意买他们二手的器械 觉得恶性有骚味 两人真正背上了四百万贷款 哦不对 还有我五十万的彩礼呢 在还款日到来之前 张子盈没找过我 于期之后他被我兄弟警告 才火急火燎的给我打电话 陆涛 你是不是对合同做了手脚 没有啊 你说的是什么合同 别跟我装算了行吗 贷款合同 你不是担保人吗 为什么现在合同上的名字没有了 张子盈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我什么时候做过担保人 张子盈在电话那头傻了 陆涛你耍我 这件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才设计出一系列的事情骗我上当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 拜拜 我把电话无情挂断 并第一时间卖房子搬家 我可不想被这个风云缠着 万一被咬一口就不好了 但那五十万彩礼我可没放弃追究 直接起诉到了法庭 因为我们在一起生活过几年 法院最终支持三十五万 三十五万我也满足 总比血本无归强 但问题是张子盈他们还不起 毕竟还背着百万贷款呢 我是个善人 见不得别人受苦 只能高价用三十五万 把他爹妈的房子置换了过来 张子盈把老两口送去了廉价的养老院 但是到了养老家没多久 我就听闻消息说 张子盈他妈因为忍受不了屈辱 上掉自杀了 现在的老人也都会上网 有的七八十岁的老头还会吃瓜呢 一吃就吃到了张子盈的身上 动不动就跟张子盈他妈说 女儿的身材很哇塞 久而久之确实受不了 接着就是他爸 老爸受辱自杀 喜欢吃瓜的老头按在小便池里淹死了 下半辈子都面临监禁 张子盈成了孤儿 然而这还不是最悲惨的 悲惨的是贷款 这东西利滚利 每点实力永远都还不完 我听说张子盈转行下海了 想要填补这个窟窿 但在半个月后 惨死在了街头 警察通过调查人际关系 很快把嫌疑对象放在了张强的身上 张强被逮捕了 我作为张子盈的前夫 也配合了调查 在拘留所里见到了张强 好家伙 一个生龙活虎满身肌肉的小伙子 现在瘦骨灵巡呢 我递给他一根烟 问他怎么搞的 他说为了赚钱去当鸭了 结果被人迫害染上了毒品 双重压力之下 让他放弃了生的念头 可临死前觉得这一切 都是被张子盈所赐 想拉的垫背的 所以就有了后面的事情 我听完觉得简直太精彩了 并给予了张强一个极大的肯定 干得漂亮 男人就应该有仇必报 呵呵 像我一样